请教老子李成峰 第47集 小的不能告诉八皇子 如果八皇子您想进去看看 那还要获得皇上的批准才行 否则小的们是不能放八皇子您进去的 这样啊 那算了吧 反正罪犯也没啥好看的 烤野鸡 烤野鸡喽 哎 真香啊 尝起来味道肯定很不错 你来闻一闻 香还是不香 好饿 我好饿 呀 是谁 谁在里面说话 原来是一个犯人啊 哎 看样子你在这里应该被关押很久了吧 也不知道你到底犯了什么罪 真是造孽啊 喂 大家伙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为什么被关在这个地方 哎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就不告诉你 哈哈 气死你 不过就是问你一下名字而已 居然就笑成这样 看来不是疯子 就是一个神经病了 疯子 我不是疯子 你才是疯子呢 放我出去 快放我出去 李世民 我是必要杀了你 卧槽 又来 混账的东西 如果不是 看在皇上的面子上 我们早就把你给杀了 还在这里叫唤 信不信 我现在就打死你 八皇子 您还是早点离开凤城山吧 毕竟这个地方很乱的 要是你出了意外 小的们担当不起啊 没事的 你们继续忙你们的 我就在这外面玩玩 二哥 放我出去吧 我好想你啊 二哥 难道这个犯人 也是从前跟随李世民 一起打天下的将士吗 喂喂喂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我的仇家 你肯定想确认一下我的名字 然后好杀了我 我杀你干嘛 你我往日无仇 近日无愿的 哦 我知道了 你是裴元庆对不对 就是那个轮铁锤 轮得很圆的那个将军 我可喜欢他了 哎哟 哈哈哈哈 裴元庆 是不是那个被我一锤 就轮死了的那个小孩 他在我面前不值一提 什么 裴元庆是被你一锤轮死的 这么说来 你就是李元霸了 卧槽 莫不是眼前的这个男子 还真的是李元霸 但是如今的他 怎么会被关在这个地方呢 李元霸可是李世民的亲弟弟啊 难道李元霸在当时 也想争夺皇位嘛 喂 你的名字叫做李元霸是不是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又没告诉你 难道你是神仙吗 我不是神仙 我是李世民的儿子 也就是你的侄子 你是我的叔叔啊 叔叔 侄儿 哈哈哈哈 我李元霸也有侄儿 居然还有人愿意做我李元霸的侄儿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成峰 乃是大唐的八皇子 不过你是我叔叔 你就叫我侄儿就可以了 侄儿 那你算是我的亲人吗 当然 我当然是你的亲人啊 哈哈哈哈 我有亲人了 哈哈哈哈 我李元霸也有亲人了 看来他病得不险啊 侄儿 我好饿 我想吃东西 来叔叔 侄儿请你吃烤鸡 好耶 吃烤鸡了 谢谢侄儿的烤鸡 您吃慢点 小心别噎着了 看样子 我这叔叔应该很久没吃过 这么美味的食物了吧 不行我回去得问问父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把李元霸关在这里 难道李世民真的是一个心狠之人 连自己的亲弟弟也要折磨至死吗 烤鸡好吃 烤鸡好吃 谢谢二哥 叔叔 我就先回家去了 改天再来请你吃烤鸡 哥哥别走 二哥别走啊 我好害怕 叔叔 我是你之二 我不是你二哥啊 我真的要回去了 改天我一定会再来看你的 那哥哥你明天一定要来找我玩哦 好的我明天再来找你玩 你们两个以后不准再打骂他了 知道吗 好好伺候我叔叔 要不然定让你们好看 走出凤城山 李承锋并没有回到镇王府 而是直接去了皇宫 找到了李世民 风儿 今天怎么有兴趣来看望父皇呢 是不是想念父皇呢 不是 我才不会想你呢 挺大个逼脸 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 你就是个没良心的家伙 父皇 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你 好吧 你问吧 父皇 凤城山里是不是关着一个叫李元霸的人 听说他是你的四弟 那他也就是我的叔叔了 说吧 你为什么要关着他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连自己亲弟弟 是死是活都不在意 风儿 你去了凤城山 你去那个地方干嘛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把李元霸叔叔 关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他过得有多凄惨吗 你是不是想等你老了 我也这样对待你 哇 你 此时说来话长啊 我倒是很愿意听你讲这个故事 要是你讲得不好 讲得我不满意 我俩从此以后就各过各的 我就搬到凤城山去住了我 鬼 那好吧 那父皇就和你讲讲当年 我们一起打江山的故事吧 李元霸是朕的弟弟 当年 他经常二哥二哥的这么叫朕 咱们几弟兄之间 就除我和他关系最好 你叔叔李元霸 他当年在战场上 无谋无谋 基本上没人是他的追手 等父皇称帝登基的时候 朕还特意封他为护国大将军呢 可是好久不长 在一个追讨余孽的夜晚 你的叔叔李元霸 突然就被一片子批中了 然后整个人就疯了 当时 他就喊着要杀了朕 要抽了朕的金 包了朕的皮 还追了我十多里地 幸好马尔未得薄 一直拖到李静和秦琼二人感到 才对李静扶了你叔叔 否则朕这条命 可能就真的死在他的手上了 后来朕就把他关在了皇宫的后山 任由他生死 原来是这样的啊 那你就不打算 把他放出来 为他治兵吗 放他出来 让他天天轮着个铁锤 在皇宫里追着朕跑吗 你还觉得朕的笑话不够看吗 但是父皇 儿臣看见李元霸叔叔 他浑身脏兮兮的 面黄鸡兽 好像已经很久 没有吃过饱饭了 不是朕不给他吃东西 而是朕每次去看望的 给他送饭 他都会把朕给他送的饭打翻 甚至是弄伤朕的龙体 风儿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 这件事情不是你能处理的 所以以后别再过问这件事情了 也别再去凤城山这个地方了 至于李元霸的事情 朕会处理的 我估计 四弟的病是难以好了 朕这辈子不求他能好起来 只求他别跑出来闹事 就在凤城山安慰一生就好了 其实李世民也很怀念 从前那个叫着自己二哥的李元霸 所以李世民不但没有追究李元霸 追杀自己的责任 反而让他一段和时常给李元霸治病 但是也毫无起色 再后来 李世民又招来的民间术士 袁天刚和李淳峰二人 来给李元霸看看他是不是中邪了 因为袁天刚收过 大将军李元霸乃是被前世太子李正 承诺红破上了身 所以才会没日没夜地追杀皇上 一听到这里 李世民顿时就吓了一大跳 之后李世民好一段时间都一直也不能寝 最后 只好把李元霸关进了皇宫后院的凤城山之中了 而这一关就是十几年了 风儿 早点回去休息吧 关于你叔叔的事情 以后不要多问了 问多了 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那好吧 儿臣就先告退了 一日清晨 李成峰便准备了一些食材 托人送到凤城山去了 再怎么说 他也是自己的叔叔啊 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疯子了 可万一他哪天又好了呢 是什么意思 他以后都怎会忘记了 忍�frãb